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要说呀这个网红鼻祖 你能想起谁来呀 就是毁人不倦的网红鼻祖 你能想起谁来呀 那么可能呢 郭美美真的是算一个名副其实的 毁人不倦的网红鼻祖啊 可以说把这个红十字会啊 这个声誉彻底给毁了 最后呢 因为聚众主播啊 给判刑五年 郭美美回来了啊 可以说是出走五年回来呢 依然是狗血漫天啊 这个就是郭美美的照片啊 瘦了不少 坐了五年的牢啊 减肥成功啊 这个郭美美呢 在人们的记忆中啊 当90后呢 还未考拿索高中 能让自己考大学更有优势的时候呢 人家郭美美已经在社交平台上 靠炫富获得大量的关注 已经是明人了 当90后还在为考大学交头烂额的时候呢 已经因为聚众主播 郭美美被抓入狱了啊 当90后上完了大学 刚出社会对未来的人生充满着迷茫焦虑的时候呢 人家郭美美已经又出狱开始炫富了啊 这么狗血的人生的郭美美如今啊 竟然30岁还不到呢啊 所以呢 这个郭美美呢 是闲不住的啊 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并配图 宣称自己出柜了啊 并高调的示爱 那个说出柜了啊 这个这个示爱谁了 哎 示爱了一个女狱警啊 那位说哎呀 这个太狗血了 这郭美美真是太狗血了啊 看到没有啊 这是跟那个女狱警的合照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近景 就这位 那哎 我也不知道那个在 拉子界啊 拉子界啊 这个意思是T的意思吗 啊 O和T我也不懂 我不太懂啊 反正有人说 这个郭美美啊 这个T是警校毕业的 老 不能叫老郭了啊 说这个郭美美啊 官宣文案中提到 说 其实警校出身的你 骨子里都是正义感 我在最落魄一无所有的时候 认识的你 那是我们身份悬殊 看到我被人欺负 你会帮我 关心给我很多的温暖 这种感情一辈子无法磨灭 任何人都TW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嗯 说谢谢你 包容我所有的脾气 守护着我 网友都以为你是小白脸 其实啊 这个 你呢 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啊 给了我 关心我 很多的温暖 啊 我们为了彼此 放弃了很多朋友 说我傻 干嘛要公开 不怕影响自己吗 不怕 我谈恋爱就会公开 不钓鱼 不钓铠子 啊 我们会吵架 恋爱中 我也是个幼稚鬼 但你一直学着包容 放下自己的脾气个性 所以不管未来如何 我们牵着手一起走下去吧 啊 说这个 由他的这个出柜宣言的话 有人呢 有人呢 就怀疑 说这个警校出身的 不是个女预警吗 怎么在郭美美一无所有的时候 认识他了 因为他是犯人呢 啊 女预警看女犯人 对吧 啊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可是有人又提出来 质疑了 说这不对 为啥呢 因为 这个 出轨的这位 啊 呃 现在呢 他是 有这个 纹身 而且是染发的 啊 所以说现在的身份呢 并不应该是女预警 啊 可是又 又有人说了 他认识了郭美美还能当预警吗 啊 又什么 这个出柜了 女预警可能说宣称自己是拉子吗 啊 然后 染发和纹身 不能是被郭美美包养了以后 辞职以后干的呀 哎 这是对 有道理啊 这说的有道理啊 朋友们 是吧 还有朋友说 好家伙啊 这也有可能 是吧 是郭美美自己的育友啊 对吧 啊 但是呢 这个育友呢 坐牢的时候认识的呢 也不能解释说 两个人认识的时候身份相差悬殊啊 啊 对不对 所以说朋友们 很有可能的是 就是这位T 就是 郭美美的 女预警的看守 啊 认识了郭美美之后 然后 辞职了 啊 这两个人啊 就走到一块去了 啊 是不是 这个郭美美这个狗血的人生啊 啊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对吧 啊 然后呢 把红十字会给彻底毁了啊 自己呢 组织赌局啊 被抓了啊 判了五年 是吧 那么出来以后啊 出来以后啊 出来以后 郭美美仍然是毁人不倦啊 啊 仍然是这个炫富 但是呢 郭美美出来以后 这个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 最起码瘦了得有二多斤啊 瘦了二多斤啊 脸上呢 好像又整了不少刀啊 就依然去出来以后 就炫着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粉红色的宾利啊 啊 之类的啊 就还是走那个炫富的路线啊 而且 哎 这个 令人啊 令人称奇的是郭美美 并没有被中国的娱乐界封杀 还能到处去演出去呢 啊 你说劣迹艺人是吧 可以这个封杀了 但是郭美美不算劣迹艺人吗 啊 当然他不是艺人啊 可是他坐过牢啊 刚出来 是吧 还能去演出 你看 叫来长沙演出 不小心又买了套房 啊 这不是还是照样在炫富吗 啊 而且你看 你看 这是这是什么呀 说这个 网红鼻祖带你们一起来操栏杆咯 啊 这个字是应该是四声吧 操栏杆 啊 什么意思 我我搞不懂啊 说操栏杆 郭美美 郭美美操栏杆 那个 画面太美 不敢脑补啊 还 没有封杀 还在中国可以演出 朋友们啊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画风 我们再看看啊 这位啊 啊 说啊 在三亚啊 太阳湾的博越酒店啊 然后呢 又跟一个 这个 应该 这这这应该是一个 宾利 或者是一个劳塞莱斯啊 是吧 应该是宾利啊 又跟这个宾利啊 在拍照 对吧 啊 又在炫富 但是呢 这肯定不是郭美美的了啊 肯定不是郭美美的车了 因为 不可能 说开这个车 这个 是个粉红的车 开到海南啊 又变成白的了 那肯定是 酒店里的李一车啊 李斌车啊 又跟那炫富 知道吗 啊 这个 回忆一下 郭美美当年啊 就是因为炫富 说是红十字会的总经理 把中国红十字会给坑苦了 对吧 啊 所以郭美美 一直是一个毁人不倦的网红 啊 谁跟他沾边谁倒霉 我们再来看啊 朋友们 你看看郭美美的原来和现在 当然 可能瘦了二多斤是真的啊 可这脸上的轮廓也不对了 肯定的脸上又动了十七八刀 啊 最起码削了颧骨啊 修了鼻头 是不是 啊 所以说 像那种郭美美的这种 啊 这个太过于狗血的网红人生 啊 这个就像那种 昙花一样的 是吧 啊 不应该叫 昙花啊 就是在热带雨林里边 有一种巨大的 那种花 啊 但是呢 开起来的时候 非常的艳丽 但是带着一股 腐臭的 令人欲偶的那种味道 这就像是郭美美一样啊 虽然 艳丽啊 但是呢 腐臭不堪 谢谢大家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